了解這件事情才會走到關心的程度 然後再回來進行動 所以為什麼要強力往之間不動 那重點就是說 我只是 應該說接觸公民一體這幾年就會覺得 就是一個計算在誕生期的問題 就是因為公民的意思的養成不是一天兩天 但是又會很急於說這件事情 就台灣怎麼一直變成這樣很糟 然後即便我跟我同事聊這件事情的時候 也不見得他們覺得這件事情很重要 所以我會有一種心急和焦慮 但是我覺得可能大家 就是都處在這樣的焦慮當中 但是我覺得好像有時候又不覺得 又不能讓這些焦慮擴大 就是因為擴大你好像就是很沮喪 就不能做什麼事情 對 所以我知道啦 我知道要怎麼做 我做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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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知道做一個 你要問什麼 我這樣講 其實如果說像我這樣 公的保私的保隙體大堆 你看到每件失敗的一堆早就應該去 就變瘦了 可是我順利 我真的講就很適適的人話 其實我不太管他 最後會成功或會失敗 我只是告訴自己就要說 至少每個人人生 你就應該做一些事情 對 我覺得你只要從這角度去學一下 因為 每個人你對你自己的人生 你今天醒來該做什麼 今年你想要做什麼 我覺得你自己會有一個期待 你可以玩 你可以 你可以等等等等 然後 有一些東西你覺得你做了你會比較舒服 或者你覺得 比較那個 你就去做 那至於 他會整不會整 我覺得你不用把他擺在身上 那 對當然你看到人家最後失敗 你當然看到 對方你會痛 可是我今天講就是 那你就 你就陷下去 或者你就 沒有了 我覺得那你就再去下一屆 我覺得是說 那個東西其實我覺得 不要一直把那個 結果 結果就是 完全懶得在自己的身上 然後自己 非得要 我沒有這樣想 我只是想說 反正你就是 問你自己 你自己想要做什麼 就要 就講就很難 那個話 追 因為你喜歡的人 追得到追不到我覺得 不重要 至少是說 你喜歡他你還真的去追 不是只是坐在家裡面 哇好想好想 我一直就在這裡 就說你 問心啦 就說你自己覺得該做什麼去做 然後其他東西 你就不要想到很重 那 一見不成再見 一見不成再做 那等到哪一天中到 OK啊 你的真理會覺得說 我常常跟我同事開玩笑說 我其實最要戴真地鐵 然後去找他去拍 欸 這個是在哪裡拍的 這是在哪裡見的 我意思要在這裡 就是說 你如果覺得你人生 你是想要這樣過 你就這樣過 那 你願意去努力 努力多少 成功多少 我覺得 就先隔離 這樣會比較輕鬆 啊不然 我當然知道說你沒 我跟你講 或許因為我是記者 我可以這樣比較 瀟灑這樣 那你再啟動你會覺得 可是也一樣 然後正的刺激 那如果他真的每一件 都想要一次翻案成功的話 大家可以不用鬥 那到現在 我覺得每個 對啊 每個我獎金 那他跟遊俠一樣 我認真 開開 不行快撐出來 現在是在 OK 那還是這樣 對四點了 大家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給我們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